大家好 用这个方法做的干扎小和虾焦香酥脆 特别的好吃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是高中市长买来的小和虾 特别的新鲜 用牛肚的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来用控干水分放到大碗里 加入切好的葱姜 适量的食盐 胡椒粉 十三香 用筷子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现在来准备一下挂糊的肥 一勺面肥 一勺电肥 按一比一的比例搅拌均匀 腌好的小和虾挑出里面的葱姜 把调好的肥少量多次的加入 每加入一次都要搅拌均匀 最后像这样每个和虾都能均匀达一层肥 再用漏网塞取多余的肥 这样在炸汁的时候就会不沾不妥 晒好后放到盘里 锅里倒油 放入筷子冒小泡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把拌好的和虾一小把一小把的撒入锅里 先不要搅动 等和虾定型后 再用筷子轻轻的搅动 炸小和虾的时候先用中小火炸汁 最后再给大火出油 使外皮更酥脆 炸成这样凉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上面撒上子安粉 既可以当零食 也可以卷饼 焦香酥脆特别的好吃 下来两高营养丰富 谢谢大家的收看